美国总统拜登跟大陆国家领导人习近平 在APEC峰会之后 进行拜登任内最后一次会面 拜登表示两国竞争不应该转向冲突 习近平则是提到 作为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双方致力于稳定两国关系 提到美国刚结束的大选 希望向美国政府继续保持对话 也一致认为应该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之下来竞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